随着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持续调整,近期公布的数据显示,2024年一季度全国新建住宅销售继续下滑,达到仅6年来的最低点。 这一数据再次印证了市场的疲软状态,并表明房地产调整依然持续。 据统计,一季度的新建住宅销售额较去年同期下降了45.8%,为历史最低水平。 而这一趋势也不仅仅局限于一线城市,二三线城市也同样受到了影响,房地产市场的冷清程度可谓前所未见。 从去年开始,房地产行业便逐渐显露出疲软迹象,诸多房企纷纷面临着销售不畅,资金链紧张等问题。 在此背景下,有业内人士呼吁应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整保持理性态度,而非寄希望于房价的持续上涨。 此外,随着二手房市场的活跃,越来越多的购房者倾向于选择二手房,加剧了新房市场的压力。 在这种情况下,市场监管部门不断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的监管,以维护市场秩序的稳定。 随着房地产市场持续调整的趋势日益明显,各地政府纷纷出台了相关政策以应对市场的不确定性。 近期公布的数据显示,房地产不良贷款率持续攀升,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之一。 根据交通银行公布的数据,房地产不良放款率已从去年同期的2.8%上升至4.99%,而工商银行的住宅抵押贷款不良放款也呈现出上升的趋势,增加了9.6%达到278亿元。 这一现象表明,房地产市场的调整已经波及到金融体系,对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产生了不小的影响。 随着房价持续下跌,不良贷款问题可能进一步加剧,这也加大了金融风险的隐患。 与此同时,房地产市场的供需格局也在发生变化。 据统计局数据显示,今年前两个月,新建住宅平均成交价格较去年同期下跌了22.6%,市场需求仍然疲软。 这一数据再次表明,房地产市场正处于调整期,需要政府和行业各方共同努力应对挑战。 随着房地产市场的调整持续进行,二手房市场的活跃度逐渐凸显。 数据显示,二手房市场成交量持续增长,成为房地产市场中的一大亮点。 去年,全国二手房成交量和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相比上年同期增长了6.9%, 这一趋势在今年持续发展。 一方面,二手房市场的活跃度反映了购房者对于现房的偏好。 相对于7房而言,现房具有交易周期短,风险低等优势,因此受到了更多购房者的青睐。 另一方面,二手房市场的价格调整也吸引了更多购房者的关注。 随着部分城市房价的下跌,二手房市场价格优势愈发凸显,成为购房者解套的选择之一。 例如,深圳等地的二手房市场成交量连续多月保持增长态势,部分房源甚至出现了大幅降价促销的情况。 这种现象表明,购房者对于房价下跌的敏感度不断提高,二手房市场成为了他们的主要选项之一。 随着二手房市场的活跃,房地产市场的供需格局也在发生变化,政府和行业各方需要加强监管,引导市场健康发展。 随着二手房市场的活跃,房地产市场的供需格局发生了明显变化,这也给房地产开发商带来了一定的压力。 一些开发商面临着库存压力,资金链紧张等挑战,而二手房市场的竞争也加剧了他们的困境。 面对市场变化,一些房地产开发商开始采取积极措施应对。 例如,一些地方政府推出了已旧换新政策,鼓励购房者通过出售二手房来购买新房,以刺激市场活跃度。 此外,部分开发商也采取了主动降价的策略,以吸引购房者缓解库存压力。 然而,这些措施并未能完全扭转市场趋势,房地产市场的调整依然在持续进行。 从长远来看,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离不开政府的引导和产业链各方的共同努力。 政府需要加强市场监管,防止市场出现恶性竞争和价格虚高现象,同时鼓励房地产开发商创新发展模式,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,以满足购房者的需求。 只有在政府、企业和购房者共同努力下,房地产市场才能实现良性循环,为社会经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。